大家在祖礼平安感谢赞美酒 现在西方也是进入了7月19号 那东方现在已经旁晚了 晚上了 应该是晚上7点14分 那好像马来西亚那边在庆祝什么大节日 是不是马来人过新年 好 大家 怎样讲 Holiday快乐 就是假期快乐 那接下来大家要知道 时间是越来越近 而不是越来越疏远 所以神跟我们讲说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因为这一次被提了 我不知道下一次有没有 但是我们这些人已经给我们机会 我们不抓紧机会 你说下一次还有吗 还有吗 对不对 所以要记得远远的感恩 远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 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 就不可能到父哪里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心存心存意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那走到今天 神一直吩咐我们准备上进礼物 我们的礼物应该是越来越大了 那这上进礼物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我们要做个聪明的童女 聪明的童女有足够的油 而且多油 有没有 好 而且我们虽然我们是最低小的 最渺小的 但是我们也要有细麻衣 对不对 要有整齐的衣服 要清洁的衣服 才能够上天国 那这个天国不是只是属灵 而且也有自然界 就是自然界 当然属灵跟自然界一起 那我们与上帝一起同住 那时时刻刻上帝 你要看到上帝都一定能够的 而且呢 怎样讲 就是没有死亡 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你知道吗 没有stress 没有压力 OK 因为你什么都供应 当然不会懒惰 不用怕 人是不会懒惰的 人在另外一段是正义的 自然而然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要游泳的游泳 要爬山的爬山 要做事物 好像我很喜欢住 对不对 那我住了 就请大家来吃 有没有 那你要帮忙我的 那就欢迎 对不对 你要学做蛋糕 也可以我们一起学做蛋糕 要做好吃的食物 都有啊 你要BBQ也有 没有 你要吃的很多肉 也有 你吃了不会生病的 你吃了不会挡固醇的 你吃了不会高血压的 你吃了不会高血压的 你吃了不会 你吃了不会心脏病的 你吃了不会什么高血压的 所以在另外一端才是永恒 那我们非常感谢主 开这条路给我们四人 没有主耶稣的救恩 人类就是完蛋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你知道西方国家有多少人在 自杀吗 因为他们找不到 人生的意义 当时我们基督徒 我们已经找到了 当时我们基督徒很多工作还没有做 就是没有跟他们传讲神的福音 使得也要为世界祷告一下好不好 好 那你看真的page 我今天还是没有准备好 然后我家人就是要出门了 那这些几天里面 我就赶紧把全部的功课都把它做好 又在港上有没有 好 那我们今天是要 还有什么还没有讲 就是谢谢Kevin弟兄 把信息英语的华语的都upload在YouTube里头 我们非常感恩 那接下来 有在Jurnal Page那边有听到圣灵说 说什么呢 他说 Did you talk to him 在第四那边 我想不只是跟我一个人讲 就是跟我大家每个人讲 你有没有跟他讲 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讲 你有没有跟你的妻子讲 你有没有跟你的子女讲 你有没有跟你的孙子们讲 你有没有跟你子儿们讲 你有没有跟你兄姊妹们 父母亲们 还有你的业父业母们 他们讲了 讲了什么呢 就是讲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主耶稣九月份就要来了 我们现在就要玩七月 七月就要玩了 下个月就八月了 八月了就九月了 所以只有两个月多一点点 主耶稣就来了 所以大家 人类等了几千年 现在真的就要发生了 你看世界发生的事情 人类做的事 你可以想说 如果再这样下去 没有人能够得救 没有人能够得救 有没有看到乌克兰 现在把神父们把他关进监牢 关进监牢 教会把他烧掉 或者是把他变成国产 就是国家属于国家的 而不是属于教会的 所以大家到这个时刻 我们还在做梦 那就不行了 那你如果还是说 今天乌克兰做得好 那你就是跟上帝造访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记得 这是西方国家在利用乌克兰 他们其实在1992年这样 1991年 他们就开始利用俄罗 利用乌克兰 准备乌克兰来造访俄罗斯 虽然乌克兰也是从俄罗斯 就从苏联出来的 那1991年92年 我有证据只是 如果有空就给大家听 就是因为这个叫Jeffrey Sack 他是真正的国际人物 那他讲到那个时候 很紧张因为苏联要倒了 所以就赶紧 不是苏联 苏联了吗 还是苏联吧 然后叫美国 美国说不 我不帮忙 OK 叫英国说不 我们不帮忙 OK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计划要毁灭俄罗斯了 要拿他的资源 拿他的资产 所以这就是末了 好不好 而且呢 是俄罗斯的人 俄罗斯救了 以色列人 救了犹太族 你没有看到今天为什么以色列 有太族 没有真正参加西方来毁灭俄罗斯 因为如果他这样做 上帝一定把他毁灭了 因为人一定要有感恩的心 对上帝有没有感恩 对人都没有感恩 难道会对上帝有感恩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那今天本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16号17号18号 看到的异象 以及听到的声音 那我等下下午 今晚一定能够把重复给大家了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现在只是第一段 好 我现在要读 启示录第 启示录第三章 第三章 为什么呢 他是联系到地上那边 你看有没有那个图画 有一个人坐在那边 还有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的注意力 那时候是在这个人 坐在向着我这个方向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 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信 那这个神学家 他们都说 这就是被提的教会 也是我们准备被提的教会 我们也应该属于这个教会 所以好 是主耶稣是森林 自己亲身来领导 引导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就是这个教会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一部分 你看圣灵在我的大拇指 左边的大拇指 听听了 听听得很厉害 感谢赞美主 所以他就是训练我们 成为这非拉铁非教会的一份子 那现在神在跟我们讲话 说就是主耶稣叫约翰要写的 他说你要写信告诉 非拉铁非教会的天使 大家教会里面都有一个天使 而且一个地区也有一个天使 然后一个国家有大天使 所以你要写给那个教会的天使 那位圣洁真实 那叫大卫的琐事 那这边可以讲到主耶稣 那位圣洁真实的 真理真道 那叫大卫的琐事 开了门 没有人能够关 关了门 没有人能够开 的主耶稣说 说什么呢 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什么 大家我们的行为 神都有纪律 你的力量微小 大家都知道 神都知道我们的力量 真的很渺小 还要上班 不是神学 也不是 不是牧师 也不是传道 牧师传道 他们的时间应该用在主的份上 我们要过生活 要照顾家庭 所以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力量是很小的 但是我们却遵守了 上帝的教导 却遵守了我的教导 就是说每一天神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都有注意 都有听 而且做得好 没有背弃我的名 没有背弃主耶稣的名 所以看 我在你面前 为你打开了 一闪无人能关闭的门 那就是背提的门了 看我在你的面前 大家知道我 前一阵子的好几次看到 背提的门 很近很近 越来越近 而且很多这些门 都是越来越近越近了 那天还跟大家分享 看到这个背提的门 是一大堆的排排好好的 很近了 所以呢 主耶稣说 我在你们面前 为你们打开了 一个没有人能够开 或者是关 没有人能够关闭 没有人能够关闭的门 也就是背提的门 看我要使杀杠的同妥 大家都知道 那些西方国家的领袖 他们都是跟这个敌人同工的 就是那些 这边讲到假冒犹太人的说谎者 你有没有注意到 乌克兰的总统 还有他的 他都周围的讲篇话 讲得非常厉害 而且讲篇话 西方都真的相信他吗 还是跟他们就是一坨的 他们都是一坨了 你看美国 美国里头的国会议员 很多都是犹太族 那就算不是犹太族 很多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所以说自己的基督徒 你可以说 也可以放在这个category 就是这个群里面 所以他们是真的讲谎言 真的非常厉害 特别的厉害 在电台方面更厉害 BBCCM Fox 因为这些谎言实在是厉害 真的很厉害 所以这些假冒的 说自己是很后立的 都是说谎的人 都是谎言 在他们面前 俯伏下拜这些黑暗 让他们知道我是 在他们面前俯伏下拜 让他们知道 你是我所疼爱的 就是让他们到时候 我们被提他们就知道 怎么不是我被提 我是基督徒 不是说从不基督徒都会被提 只要我承认我是 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 我就被提 叫我像麦蓬佩奥 跟那个麦佩奥一样 在众人面前讲他是基督徒 所作所为都是邪恶 独性的黑色的心 所以你说这种人 他说等着被提 好像麦蓬佩奥还跟诗人讲 他等候被提 等候被提的 不是你要在北约那边说 要准备北约打俄罗斯 打一个基督徒国家 对不对 这样是上帝喜爱的吗 不是的 人要会改的 那第十节 因为你遵守 我有关经人的教导 就是上帝说 因为你每一天都遵守 我给你们坚忍的教导 所以为什么神叫我们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所以当将来的试炼 临到纯人类的时候 这一次 这个试炼是什么 试炼是什么 现在人类就走过试炼 到底你要讲谎言 来骗人骗国家 还是你要讲真实的话 我们很感谢主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 还不多 是讲真实真话的 比如说这个 Jeffrey Set 还有 Dakless McGord 还有Scott Ritter 这些 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是讲真实的话 OK 他们也是 当事人 OK 就是 知道说真实的一面 然后跟世人讲 我们这些好像 Duron Duron Alexander Alexander Alexa 还有其他 Brian这些 有些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都是讲真实的话 三地说 这是试炼 临到纯人类的时候 我必使你 免受磨难 就是说 你不会经过这些磨难 你不会经过这些痛苦 你不会经过这些饥饿 你不会经过这些饥荒 你不会经过这些压力 你不会被关进监牢 因为神说 神说 就算被关进了 好像这些神父 在乌克兰的神父 被关在监牢 他们一定被提 我相信他们一定被提的 OK 就是说 你 你来折磨这些神父 折磨这些基督徒 但是我跟你说 你要留下来 你要留下 你不会改 到最后你是下地狱的 你要记得会改 OK 十一节 我很快就要来了 你要 你要持守 你所拥有的 你要持守 人不可以贪心 你看现在乌克兰是什么情况 就是第一 贪心 第二 谎言 第三 把人家的抢了 Archicius上自主说 这个他 这个总统 他们一组 当然 就是他带领 之前也是做总统的 就是跟着西方国家 来 要多去 要抢 抢劫 抢劫 所以他们是贪心 而且 就不是自己的 就要给别人的 也要把他抢过来 好 讲到这边 那你说 乌东 不是乌克兰的吗 乌克兰 如果真的是乌克兰 为什么他 89年一直在打乌克兰人呢 到今天还是在 在打乌东呢 到现在还是在打 Crimia呢 到现在他还是 要这样 你既然你要一直在 在枪打 一直在 蹦蹦蹦蹦 用枪炮来 来打死他们 那你说 这些人是你的人吗 根本就不是了 OK 他们也不要成为乌克兰人 他们不能够这样生活 小孩子不能够上课 医院住就不知道什么 也被炸死了 所以大家想清楚 这就是末了的 世界末日的 比喻的 一个象征 OK 一个象征 给大家看的一清二楚 如果你今天还是不相信 你又没有做功课 你又没有祷告 那你自己的后果 是自己要去承担了 所以我相信 我们大家在里面的 我们都知道 真实的一面 要想到 别人要有家 我们要有家 别人也要有家 比如说今天 我们住的地方好像 马来西亚东吧 每一天西马在炸我们 每一天都在炸我们 每一天飞机过来炸我们 每一天都是火炮来炸我们 难道你还要跟这个西马一起吗 你不能够了 因为你跟他一起 就是死命一条 有没有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知道 人要生活的话 就要生活 要去做工 要去上班 生病了 要去看医生 小孩子们要上课 你这些都把他们拿掉了 你难道还说他们是你的国家的人吗 还有老年人的养老金也拿掉了 不分给他们 你这么做强盗 你还说他们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国家的人 上帝看得到 上帝有眼睛看 所以要悔改 要悔改 大家如果你真正关心这些灵修 这些西方灵修 跟这个乌克兰的灵修 你要为他们祷告 好不好 希望他们会悔改 接下来 你要持守你所拥有的 我们拥有的是什么 我们拥有的是 神给我们的救恩 神给我们的祝福 神给我们的义切 神给我们的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要记得感恩 我们一定每一天要过着丰盛的生活 免得有人拿去我们的冠灭 有没有 第十二节 我要使得胜者在我上帝的殿中做栋梁 就是主耶稣说那些得胜的 所以我们要做得胜的 在上帝的圣殿里头做栋梁 做栋梁就是做Leader 做Leader就是做灵修 在神的国度里面做灵修 永远不离开 永远不离开 不会剃出天国的 我要将我上帝的名号 主耶稣说我要将我阿爸父的名号 跟我上帝圣殿的名号 就是新的耶路撒人的名号 就是从圣殿 就是从天上下来 就是从天上我上帝 那里降下来的新的耶路撒人 跟我自己的新的名号 都刻在他上面 他头上 所以就是说 主耶稣的名跟新的耶路撒人 都会刻在我们的头上的 就是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 那13节 圣灵对各个教会所说的话 凡是有耳朵的都应当听 所以大家 我们千万不可以做那些 像外邦人这样 在骗自己 认为说 我曾经讲过那个 他很出名的 当时他也是跟着敌人走 为什么呢 他应该是个基督 他也跟着敌人走 也是走西方的文化 就是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说的 久一点就变成好像一个真实的 人人都说 有啊 比如说 我们华语一个人 是不是杀死一个人 我们讲多了 那个人就是凶手 这就是西方文化 恐怖不恐怖 就是特别的恐怖 所以在西方的基督徒 特别危险 所以中国人你千万不要来西方 不要来美国 现在美国越来越仇恨中国人 好像Fox News 还像BBCCN 他们现在真的很攻击中国 中国人 所以千万中国人要 如果是在美国加拿大 尽量回去中国 因为我们被提之后 很可能你们就被长沙了 所以要记得 回家 神范你是中国人 你就回去自己的中国 像我们这些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 政府现在对我们蛮好的 没有像他们也不跟着西方的文化 我们就比较安全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 好像饥荒这些 能够安全到哪里 政府自己都没得吃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大家 今天 我明天应该会把那些 看到神给我们的爱的礼物 把它分成一段一段 然后跟大家分享 感谢赵美主 阿们 请大家看真的 page 那在右边那边 我就不多讲 曾经讲过 那我们就看第一 第一那边 这边第一有什么呢 第一那边有三个意向 一个就是楼梯 你看时间你们自己看了 楼梯很高 上去的楼梯 但是这个楼梯是很窄的 只能够一个人走过的 是很窄的楼梯 所以我们是一个人 每个人跟神的关系 那在上面呢 就是升蓝色的十字架 就是主耶稣在等候着我们 好 接下来 中间那个 就好像一个领袖 你知道光源领袖 这样 他穿的穿绝好 我画不出来啊 对不起啊 那就好像一个很高级的领袖 或者是环帝啊 穿的衣绝这样啊 那他是蓝色的 我相信可以代表主耶稣 然后呢 他上面有没有看到凉化过去啊 下面的是金色的 在上面呢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 如果没错 有九个十字架啊 九个十字架就是九个月 九月啊 正月到九月啊 红色的十字架啊 那接下来呢 好像baby 我看到那个baby 刚刚生出来 整身红红 就是还是有血在身上 我们基督徒 大家都知道 血对我们 主耶稣的宝血 对我们很重要 对不对 还有啊 这边讲到红色 就讲到主耶稣的宝血啊 要记得 主耶稣为我们而被定 如今是因为 他的宝血 因为他的死 然后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才能够像他一样升天 所以我们效法主耶稣 主耶稣 他复活了 然后他升天就这样升天 我们也要像他这样升天 有没有 OK 他是第一个这样升天的 那接下来 那你说 那你说 伊利亚 以及那个 Enotch 怎样的 他有一点不一样 他是有天堂的 那个火车来载他 那Enotch呢 甚至没有讲 大概就 也差不多吧 那我们要跟着 主耶稣的 我们会自己这样 跟着 被上帝的灵 给上帝的力量 带我们上去 大家要记得 我们不是 那主耶稣 当然到一段时间 主耶稣就是这样 进入灵界 就这样去 我们也是从自然界 进入灵界 然后另外一帮 另外一端 我们是自然界出来 出来是自然界 好 接下来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看到这个金光 其实是大天使 他穿的 好像罗马军兵穿的 那他的颜色 大家军兵的颜色 就是一样的颜色 就是好像现在 哲人世纪穿的 那个颜色 深青色的 那就代表军兵 军官 好 那他的头上 那个头盔呢 有这个红色的 上去的 红色的上去 然后呢 渐渐这样上去 然后他手上拿着一把剑 他看着 看着西北 西北是什么 西方 西方 北方 西北方是哪个国家呢 当然有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欧洲 各个国家 他就是看着 这些领袖们 所作所为 OK 时间到的时候 他就长草除根 冲锋吹也不生了 OK 好 接下来 除非他们会改 第二那边 我是这样 看到 看到白色的这些 就good and good good 大家都知道 good是好 还有什么呢 当第二天呢 好像一样的一天 我就看到 他只是一点给我看到 那我们是考验我们基督徒 到底你们懂不懂的 到今天你还不知道 holy holy 是什么 ok 那他的字看起来就知道说 里面隐藏的就是holy 但是差不多有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给我看得到了 那就是什么 要圣洁 要圣洁 神圣 又神圣 所以你不只是做得好 而且要神圣 所以 谎言不可以讲 不要跟着 他们人家讲什么 我们要讲什么 那就不对了 ok 你知道人人都会讲偏话 尤其是西方国家 那你为什么跟着他们呢 你要找证据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是这样 在一个阳台 阳台就是poach ok 我没有写英语下来 应该有 就是阳台或者是阳台 天台 ok 就是走篮那一端 外面 然后上面有屋顶 有屋顶 那墙壁没有了 没有墙壁 没有墙壁 所以不用看墙壁 已经在等候了 随时都会飞出去 随时都出去 那你不用怕 你在家里有墙壁什么 不要紧 你会经过墙壁的 这是我所知道的 而且 如果没错 我也惊艳的 所以我有看到 我自己经过墙壁 这样出去的 好 接下来 也是这样 这个人也没有穿 穿着蓝色的 shirt 他的裤子是深蓝色的 然后他坐的方式就是四个七 那四个七呢 就是28 四七 28 那应该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然后他另外一个人是坐在东方那一端 如果妄议 我相信是对了 但是妄议 因为我一直看到28 妄议我们西方是28号的话 那东方就是29号 所以就是知道说 是9月里面一定回家 9月只有30天 对不对 好 那他的那个地板上是什么 是奶油 是奶油粉红色 粉红色奶油的 然后呢 他有一粒一粒一粒 很像榴莲这样 是不是掉下来呢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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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我说想起什么呢 想起这个敌人 他们掉下来了 OK 被天空上下来了 那就是世界要经过大灾难这些 然后呢 当时这个人 坐在那边 讲28号 他就要离开了 因为他穿着蓝色的衣 OK 等候主耶稣 有没有 那还有他 没有墙壁 但是有栋梁 所以为什么我们读这个 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呢 OK 就是讲到栋梁 就是非拉铁非教会 非拉铁非教会 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OK 七就是以色列的七月十二呢 十二以色列的十二号 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 所以大家 你看圣经里面都有暗示我们 只是我们不没有去研究 没有那个 所以就不知道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那你说 七月啊 七月好 七月哪一个呢 是阳历吗 是以色列的资历吗 是华人的资历吗 那你想一想 很有可能阳历 我们用的都是阳历 以色列的 这个以色列人用 那我们被提 应该是全部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都有啊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 但是呢 大概如果再想多一点 一定是以色列的 因为旧月到新月 都是讲到以色列人 好 讲到这边 当然到新月那边 有讲到外邦族 我们这些都是外邦族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进入 神给阿巴拉罕的允许 我们就是阿巴拉罕的子孙 因为主耶稣的缘故 当然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第四那边 我听到圣灵说 Did you talk to him? 就是说 你有没有跟他讲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 圣灵问大家 你有没有跟他 你的讲人讲了 7.11 7.11 那7.11 11是被提 也就是救恩 也就是说 以色列的企业 就 救恩了 就被提了 然后11.69 被提 那这个有 常常我还是在想 没有其他 如果是 不是30号 是27.28 或者28.29的话 那当然这6 6是30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30就是讲到30天 也就是旁边是一个9 就是讲9月 因为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6的话 你可能说 什么是9啊 是不是9号回家 OK 这些 但是有一个6的话 就是 30一边是9 很有可能 就是 high percentage 就讲到9月 30就是月份 OK 9呢 9月 就是9月回家 好 接下来 有看到新天新地 哪一段写着1 然后又有3 但是他们没有连接起来 那我们有几个解释 那我们有几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1 1 1 就是最后一个月 然后3呢 3可以说 亡了 亡了 那亡了在3点的单位 如果你说是9月份 如果你说是9月份的话 那就要24 25 26 27 也是西方回家的1点 那如果你把它连接的话 就是13 13的话 你说 如果利利他分开会有什么连接 所以 好像圣经里头一个经节有7个意思 所以这边呢 1跟3呢 有几个意思 那13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的7月13号 也是华人的8月14号 但是西方是13号 那7月13号是东方 所以这边也是讲到回家的日子 好 接下来 13我们之前有看到13停 13停 OK 那这边13停呢 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7月13号 东方回家的一天也就停了 那在西方呢 可以说华人的8月13 也就这边就停了 那东方那边当然也一样的时间停 只不过是因为世界有太阳的缘故 OK 所以呢 变成不同的时间 那接下来 是看到这个名字 Seline 然后第一什么 第一什么抓不到 Seline我刚才去查一下 Seline的意思 就是讲到天空 就是讲到天堂 OK 早来讲去神说 这是准备回家 那接下来有看到一个 后来看到是上 就是上面有一个好像新约 下面又好像新约 中间有一条线 OK 中间有一条线 那上面好像新约 就是可以代表7月 下面一个新约可以代表8月 那中间呢就是3点到9点 9点到3点 也就是9月 所以我们只剩下7月为王了 就进入8月 8月就进入9月 然后呢就上了 上就是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好我们今天来读启示录21章 然后读完21章 我们就读22章 但是我们今天只读一半 因为我不要太长 对不对 那这为什么呢 因为意义上当中 都是看讲到新天新地 那启示录21章 新天新地 我刚才讲了 就是我到新天新地 那一段的故事 好接下来第一节 借着约翰说 借着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来来去去看新天新地 对 要记得我看到很多 但是也有很多 不能够放在YouTube里头 因为我自己都不明白 真的非常非常奥妙 而且非常神奇的 还有些真的很可怕的 所以因为呢 以前的天地都消失了 以前的天地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天地 天就是天空 地就是这个地球 天地都消失了 海洋也不服存在了 当然我们背提之后 这个世界还继续 那继续几年了 我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1260天 如果天变成 变成一个星期 星期的话 你除一下也有20多年 那到时候呢 天地都没了 因为我不是跟你讲 刚才讲说 我看到那个天使 对不对 把那个 那个星座 那星星他们一个一个连接 他们有吸引力的 这些星座 都把它 拿一粒一个一个的星球 放进垃圾桶里面 就变成废屋了 所以就大乱 天空上大乱 这是圣经里头 讲的一样样 那海洋也不服存在了 那我看到什么呢 那个地图 12尺 8尺 高 12尺宽 那我就是看到陆地 全部都是陆地 一卷这样 都是陆地 只有下面 而也没有陆地 下面很底端 就是比如说 叫做南极吧 这个地方 就是海洋这样 那上面都是陆地 没有海 没有太平洋 或者是太平洋 还有大西洋 这些没有 没有 所以这边讲到 海洋也不服存在了 那第二节 约翰又看见圣城 新的耶路撒人 那神一直跟我讲 半个小时在车里面 都看着 这个蓝色的十字架 在我前面 很亮的 主耶稣一直跟我讲话 我们一直在讲话 大多数都是 关于新的耶路撒人 所以我们去到另外一端 我在想说 很有可能 新的耶路撒人 还没有降临 那我们还要等一阵子 后面还有一些人 比如说 Brother Sadu Rig 这些他们很努力为主 做工的这些 弟兄姐妹们 他们是会被留下来的 所以到现在 神没有启示给他们 被提 因为他们要留下来 做神的事工 那到后面那边 他们会来参加我们 所以那时候 我们一起看着 新的耶路撒人 从天上下来 那第二节 我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人 从天上的上帝 那里降下 那你说莉莉啊 那我们去到那边 有地方住吗 当然有啦 有新天新地 对不对 新的耶路撒人 是一个 的城市 降临在这个新天新地 这里面新天新地 我们读下去 就会知道 新天新地 是多么的高贵 多么的圣城 那其实呢 今天啊 我忘记是早上吧 或者下午忘记了 因为每一天都看到很多异象 那我看到神 准备好了 要给我的物质 那他要给我的物质呢 嗯嗯 我要不要讲啊 神可以讲吗 OK 感谢赵妹主 OK 讲一点点 OK 就简单的讲 我就是看到 这个四层楼 四层楼的物质 很大很大的物质 那当然也不是说 莉莉做什么 都是围了这个物质 没有没有没有 我做工 我是奉神 每一天 因为我很喜乐 跟神在一起 跟神讲话 祷告 OK 都走了 四十年多了 都是很开心的 跟主牵手的 走过每一天 所以呢 其实神给我看 为什么要给我看 就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真的有物质 在另外一端 所以他就给我看 对不对 那接下来 到哪里了 所以准备好了 又看见 圣神新耶路上 从天上的上帝那里 就是从天堂 那边降下来 准备好了 向庄室整齐等候 新郎的新娘 那就是新的耶路撒冷 骑士 Kelvin他们都知道 我在2010年 2010年 我刚刚 第一次令人 跟我女儿 来到这边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 跟我儿子 他们都住在一间屋子里 那往上的时候 突然间很大声 我就醒来了 我就醒来 看到异乡 看到天使在空中 在庆祝 然后他们再跑来 跑去庆祝 然后神跟我讲说 今天新的耶路撒冷 建好了 建好了 然后好像我有看到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 新的耶路撒冷 是在2006年 如果没错是2006年 那时候还没有亮 那庆祝的时候 是2010年 建筑好了 所以他们有一个 Open Ceremony 叫做Open Ceremony 开采了 然后接下来 那所以 就降临下来 就好像新娘装饰很好 很漂亮 OK 这样 这是一个比喻 那第三节 我听见从宝座中传来 响亮的声音说 从宝座那边有声音说 看啊 上帝的居所设立在人间 什么人间呢 新天新地就是 天上人间 是一个天上 不是这个地球 但是是人住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乐园 乐园 所以宝座那边传来这个声音 看啊 上帝的居所设立在人间 大家都知道 新的耶路撒冷降临 我们进去住的时候 那上帝也住在里面 当然上帝可以好几个地方住啊 对不对 他也不需要真的 他可以说 在新天新地也有在天堂 所以在上帝是万能的 他可以在这边 在那边 哪里都可以啊 就算我们有几十亿的基督徒吧 比如说 二十三亿来讲 你说上帝有没有跟每个人一起 有 所以上帝是很奥妙的 那我今天又在收到礼物了 我的孙子昨天又收到礼物了 所以这个我要明天跟大家讲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YouTube里头 一个video里头 那明天就把几个连接在一起 就发给大家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所以呢 神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成为他的子民 就是我们这些要成为上帝的子民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上帝 那上帝要插干他们 所以要插干我们 世界上很多诚恳的基督徒 要插干我们所有的眼泪 再也没有死亡 再也没有忧伤 再也没有哭泣 再也没有痛苦 因为以前的事已经成为过去了 所以大家感谢咱们 我今天就读到这边 好好欣赏不了解 再回去听一次 那接下来我们请看 Journal Page 好 昨天我讲到第五 那我们接下来第六 实际上我看到包装 是红色的包装 那中间是白色 那中间白色就是代表 新天新地 那红色就是代表爱 那你看他的时间 是5点15分 小5点15分 那5再加15就是20 20就是救恩了 就是说救恩到新天新地 也就是大日子了 那接下来呢 几天之后 两 四天之后 我又看到一个包装 这个包装呢 是在四点的单位到12点 那四点的单位 也就是28号 好 20也是救恩 OK 那这个包装是青色的 青色就是东方是28号 四点的单位 为什么四点的单位是28呢 那24再12点的单位 那25 26 27 28 所以四点的单位 也就是28号 东方回家的一天 所以是青色的 你看他里面 其实我只是画红 好像圣灵 好像那个鸽子 好像鸽子 其实我有发现到 我只是画圆圆的 但是他有形状出来 那你看一下 是不是有想象 妇女又有想象鸽子呢 对不对 所以我每天 其实这些时候 都很多奇迹 然后眼睛张大大 也是看到异想 好 接下来 就是包装 青色就是走啦 红色就是大日子 好 接下来 听到声音说 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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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妈妈呢 大家记得 启示录12章第五节 不是讲到 这个妇女生的 这个儿子嘛 然后带到上帝那里去 这个儿子也是主耶稣 然后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这些准备好的 就被提拉到父哪里去 所以呢 我们的妈妈是谁呢 妈妈 什么 妈妈就是整个教会 整个教会是一个旭 然后当然 他的主人就是主耶稣了 但是这个肢体呢 叫做妈妈 所以就是说 要给妈妈 要给妈妈知道 主耶稣就要来了 所以不要再害羞了 要跟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开始讲 那你说怎样讲呢 我一直提醒 神教我们怎样讲 就是跟他们讲 OK 你 怎样讲 OK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主耶稣 主月份就要来了 OK 就这样 他们问你 你有什么确定 这些人 叫他进去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叫做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敢敢的介绍给他们 要不然你说 要不然你给我 你的电话号码 我们有 你 怎样讲 有一个WhatsApp 那我每天可以把 信息 传给你 那就慢慢可以看到 上帝怎样的 用我们这一大群人 而且 有一个人 这个 写着 画这些画画的 看到一乡的 名叫 莉莉 是神 从小到大 在准备他 到今天 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讲 还有一个 我有讲到墙壁 我要讲到窗口 我有讲到角落 那角落的意思 就是 Round the corner Round the corner 就是说 很快就到了 然后呢 墙壁呢 墙壁就是说 这件事情 就要发生了 那么 那个window呢 窗口呢 窗口就是 比如说 还有剩下几个星期 还有剩下 还不到 就像是 九个星期吧 OK 九七 九七 六十三 OK 差不多 九十 这样 OK 比如说 九个星期 就是 9 weeks window 就是九个星期的窗口 就是说 九个星期里面 会到的 会来 主耶稣要来了 所以 这个梦呢 是十分有意思 而且 十分庄业的 只有上帝是庄业的 只有上帝 有这种的聪明智慧 好吗 好 所以神教我们啦 不要说你不懂啊 好不好 那你说 力量怎么不是你去做呢 我就是不能够啊 我也有 叫一些人 帮忙我 去找一些人 找一些人 但是很多时候 都是碰碰 钉子 为什么 他们说 我忘记了 他住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他的电话号码 哎呦 很头痛啊 但是我又不能够乱跑 我也不能够回去 马来西 去找人啊 或者是去澳大利亚 找人 对不对 很难啊 那接下来 只有信靠主了 那接下来 我是听到说给妈妈 给妈妈之后 我看到有一个 白色的杯子 在八点的单位 他的手把是 horizontal horizontal就是 三点到九点 这样的平面的 然后呢 在九点的 九点的单位 就看到一个 四方格 四方格的一个 台电这样 这样你杯子很烫啊 你就放在这个台电 台电 那就会碳到 那个桌子了 所以在四方格 也代表 信天信地 好 那杯子就是代表 救恩的 救恩要回去 信天信地了 所以跟人家讲 就是救恩 要回到 信天信地了 那接下来 我是看到 我的女儿 OK 她穿奶油的 一奶油 就是信天信地 我们的神 给我们的姜 江南地 然后她抱着一个 baby 很像那个 我们小孙子 当时小孙子 变成只有 只有几个月这样 这么小像 以前这样 然后她穿的裤子 是青色的 她的上衣 也是奶油颜色 也就是要进入江南地了 然后看着她要下来 那她要下来 是什么意思呢 我女儿抱她 然后她要下来 下来就是说 要走啦 要走人了 OK 好 接下来 我就听到 我的小孙子的声音说 哥哥 Home 哥哥Home 他叫他哥哥 叫哥哥 哥哥就是 Big Brother OK 哥哥Home 就哥哥要回家啦 哥哥要回家啦 那之后呢 那时间是 4点27分 那我们这边 也就是 9月27号 回天国 4就是代表天国 那之后呢 就是这个 听到声音之后 就是连接了 就看到一个台电 就是在桌子上的是 深黄色 黄色就是代表等候 那它是深黄色 就是说 已经到时间了 然后有两个 很漂亮很漂亮的网 为什么是两个 因为我这边有讲到 哥哥跟弟弟嘛 所以两个网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大概在世界里找不到的 然后也可以 也就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只剩下 两个月啦 那这个台电视 好像1这样 1也可以代表10 那两个月就是 30加30 60 60再加10 就是70 70 那我们今天应该去 我们今天19号 应该只剩下70天了 70天 那接下来听到圣灵说 说什么呢 他说 Let them 让他们 那刚才讲到 说 给妈妈 给教会 知道 主耶稣就要来了 那现在 Let them 就是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知道 好 接下来 有一个女的声音说 走了 走了 OK 要让他们知道 说我们就要走了 也希望他们要准备好 被提的时候 也一起回家 没有被录下来 那接下来 我是看到 时钟三点的单位 到六点的单位 然后呢 看到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是从差不多 四点半到六点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 很有可能 这是代表时间 但是不知道 正确的几点几分 那是就是四点多 到六点 六点初一点 就是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这边跟东方 差了半天 差了半天 所以大概东方 就是早上凌晨 那我们这边 就是下午了 OK 好 那接下来 就看到一架 直升机 直升机在两点 三点的单位 两点二 就是代表回家 三就是 了 了 就是时间要到了 要回家了 所以 Helicopter来了 Helicopter上面有十支架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就看到字 下面那边 有看到红色的路 就是说 飞机在等了 时间到了 我们就进入这个 背体的门了 背体的通道 到另外一端 然后接下来是 看到字 上面写着N 下面写着Disco 然后呢 就看到主的手 三个手指 最后的三个手指出来 然后最后一个手指就分开了 分开 就是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了 这是最后的Calling 是最后的呼喊了 上帝说这是最后的呼喊了 所以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机会 一定要跟你们 你每个星期有跟你的朋友一起吃饭什么 对不对 或者是有说去他家 他来你的家 或者是说有来来往往 在教会里面有讲话的 这些人都是神要你跟他们讲的话 好不好 他听不听 是他们 实际上是也要为他们祷告 好不好 就是给他们 我们每一天的link 或者叫他们进入这个 YouTube Channel 让他们自己去看 有两个YouTube Channel 你跟他讲有两个 你要进去比较旧的是蓝色的logo 那个蓝色的背后是蓝色的 然后前面写着P 好不好 那接下来 当然我们这边最后 这个最后呢 其实六也天堂 我们这边看了是六天堂看了是九 所以呢 这边最后也就是讲到九月 那再上去呢 也可以说是以色联的七月 再上去呢 也是华人的八月 那前后加起来 我们还不到三个月了 那接下来 听到圣灵的声音说 几个月啦 你们才剩下几个月啦 跟我讲一下 几个月啦 大家 我们还剩下几个月 还剩下两个月 再加十天这样 对不对 那两个月 一个月有三十天 只剩下十天这个月 那就很接近 可以说是只剩下两个月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是听到声音说 没有声音说 是听到声音 很轻 很怎样讲 gentle叫什么 OK 可以说轻轻的 很优秀的一个 敲敲敲敲 我们的那个 我睡觉的时候 我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叫做 叫做一个厨 一个厨 就这样 敲了两声 我这边忘记 写下来两声 是敲了两声 敲了两声 就是说 只剩下两个月了 好 后面 我就听到声音说 说什么呢 他说 contact contact 哦 contact 什么是contact呢 就是去联系啊 刚才不是讲到 给妈妈 给教会 给教会 给教会讲 让他们知道 那现在讲说 怎样呢 去联系他们 去联络他们 好不好 你去教会要是开始 看有谁在 有谁不在 我们不是八婆 我们是做神的事工啊 是关于每一个人的灵命 是关于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可以想象 那些人你认识的 留下来没得吃 饿饿饿到死 饿饿到死 所以呢 要喝那些毒水 有没有 哎哟 很气场 这又 这这这 他哼着哼着 OK 那大家 你知道现在西方做什么吗 西方他们现在 已经很多人发现了 政治家自己发现 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政治家 OK 也是politician 你是政治家 你要讲和平 那你就受到很多灾难 现在这些人呢 都被自己的政府 这些政府都是受影 受系统 他就把他的户口疯掉了 他不能用国家的户口 在国家里面 全部的银行 不能够有他的名字 OK 你可以查出来 比如说这个名叫什么 Nijel Farad Nijel Farad OK Farad OK Nijel N-I-G-E-L F-A-R-A-G-E 你去查一下 他就是这样走过 还有很多其他人 因为他是 是国际的一个 很出名的人 OK 你去查一下 就算你有多出名 只要受系统不喜欢你 他都能够把你封起来 就好像他要把普京封起来 要把习近平封起来 要攻击中国 要攻击俄罗斯 他如果能够控制这两个大国 其他人都没关系 都已经被控制了 只要这两个大国一控制的话 那就受系统就很开心 他就是天下了 好 接下来 我是这样 那是比较早一点 然后就看到 我们每一天写的 Zili 对不对 那边 那第二排的第一个 我们通常是写着 Tistory的Ti 但是我看到的是 24 粉红色的24 然后我们写 8月13号那边 但是他写着6 6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从24号开始 OK 粉红色的24 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 有24 25吗 对 就是有 OK 20 21 也有 但是我们后面要加这个 要加那个 要做的油头油尾 那24 25 26下面呢 27 再过来呢 28 那这个6呢 是深蓝色的6 就是28号 那28号 神写了6 6在天堂看下来 是9 OK 是9 所以呢 即使六点的单位 也是30分 30分呢 也就是这个月里面 有30天 9月不是有30天吗 对不对 所以就对了 9月28号 东方回家的一天 好 接下来 我是听到声音说 加 加分数的加 8 A D D OK 加上去加 然后我看到两个字 非常清楚 上面写着 工作的 工 下面呢 就写着 本 本 那什么呢 是什么回事 是这样 哎哟 我整个晚上 起初睡了几个小时而已 我就醒来做功课了 对不对 然后很迟了 再送给大家 一直不能够睡觉 一直看异象 一直看异象 我说神啊 我真的很累啦 那圣灵跟我讲什么 就好像主耶稣 跟 彼尔 约翰 跟雅各 说 你们不要再睡 睡觉啦 你们要起来祷告啊 是一样样的事 所以就是说 Lilia 你不要再 你不要一直想 就睡觉好不好 我知道你很累 你还是要起来 OK 因为你的工作 要做的美好 就给完完全全 嗯 啊 怎样讲 整整齐齐 那 神说 为什么要我做的好呢 是因为有加工 你有加工 你的工作有 有做好 有加上去的话 做多做一些工作的话 你的本质 你的资本 本质资本 应该是资本啊 就是讲到 神要给你的权柄 神要给祝福你的 他会加本的给你 要加本的给你 如果你没有努力多一点 就没有资格拿到啦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平等的 他不能够说 哎呀 哎呀 Lilia 你好像 比如说啦 Lilia 你 我也看你很累啦 那我就给你 不能够这样 不能够这样 一定你要自己争取 有没有 要自己争取 那你说 圣经不是教我们吗 对 圣经教我们 说你介绍主耶稣 你就得到救恩 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那后面呢 也要加进去的是 我们一定要做得到的 有没有 还有圣灵呢 圣灵充满这些 OK 当然 当介绍主耶稣之后 承认我们的罪人 介绍主耶稣 那圣灵就进来 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 圣灵能够做工作到哪里呢 就要看我们跟神的关系了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一定要准备好 回家 阿们